许久不见 双双姐还是这么漂亮啊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跟我来 你也不怕别人看见 看见就看见 老子宰了他 你还是打自己当土匪了 双双 我看你不也演得挺带劲的吗 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做什么事都得认真点对吧 我问你的事 完事再说我等不及了 你给我听好了 你还拿起来了你啊 我问你个事 你知不知道尹情柔 为什么非要待在三王府 这事你算问对人了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可告诉你 这事可是一好事 对你对我都是好事 什么事 我之前听说 尹情柔逃跑过几次 不过后来 他倒安心住在王府 并且要一心嫁给了三王 这我都知道 重点呢 重点 重点是我在他们乐天斋 安插了一个卧底 这个卧底曾经告诉我 有次他们谈话说到了川越的关键 我后来一想 这川越的关键 尹情柔他们肯定知道 而且肯定与三王府和三王也有关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千万不要阻拦他们 等我们都回去了 再收拾他也不及 双双 我这知道底都告诉你了 咱俩是不是应该认真点 我又知让你帮忙 只要你答应我 我自然赢你 好好好 大明星都说话了 甭说是一剑就是十剑 老子也赢了你 行 那你等我通知吧 好 干嘛呀 又怎么了 去找间客栈吗 走走走走 快点快点快点 大人 双二姑娘有要事求见 让她改日再来 本王有要事 且慢 既然已经收她做了义女 现在她可是我们埋在谢延祁 身边的一枚棋子 她可是我们翻盘的关键 也许她此次前来真的有要事禀报 让她进来吧 是 义父 王爷 双儿 为何是冒险前来见二王爷呀 义父放心 双儿并没有被跟踪 无人知道双儿到此 双儿 今日是不是有要事啊 双儿此次来 是给二王爷带来一条妙计 可以置谢延祁于死地 何种妙计 说来听听 双儿有办法栽赃嫁获谢延祁 嫁获她当日西南之刑御刺 乃是她谢延祁自己策划 虽然 当日刺杀谢延祁的刺客 全部都已身亡 双儿可以让孟江 假扮唯一逃出来的人 当面只争谢延祁 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双儿能当面见到当今圣上 什么 你要面圣 是 只要双儿能面圣 皇上必会相信 双儿便以此为证 不可 此事已盖棺定论 本王不想再生事端 义父 请相信双儿 只要双儿能面圣 此计必成 王爷 双儿此计甚妙啊 本王知道此计甚妙 可是 王爷是信不过双儿吗 既然王爷信不过双儿 那双儿也只有撞死在这堂前 以死来明治 且慢 王爷 双儿他一片赤诚 你可要早做决断哪 好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吧 那就试试吧 双儿还有一事 说 双儿希望王爷此事过后 能够杀了蒙江 此事不用你说 本王自然不会留他活口 如此 双儿就在此下谢过王爷了 就说 这个 尧到底想要 D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